今天是吃鸡肉 吃鸡肉,我做事,我改了一家鸡肉 我也是一个妹子的,小的 还要吃鸡肉,马上吃鸡肉 还要吃鸡肉 大家好,我是大友 今天把这老爷子的肉含过来了 然后现在把这鸡肉削一下 准备就要把这个肉挂上去,开始熏了 今天第一天 所以拍个视频记录一下 今天好意志 按照王爷子的说法 今天是个好日子 八月初八 十月初八 十月初八就是初八 这个东西因为是 够肉的嘛 直接跟肉接触 用开水削一下锅 开始搬红 围一个那个坑 就是 搞了个柴 放在灰尘的 哎 那边有个椰子 都没经历了 就辛苦这老爷子 因为这样大批量的 还没有经验 老爷子基本上还会在这里睡 就是 知道我一天一夜 那多天干了 有好多厉害的 快点 多天晃兔 来小骆驼 一家拉一点烧柴的灰 以往那个灰都不用 现在到的关键时刻 还要各个邻居家 来找 来借 这个烧柴的灰 基本上都没用的 这种制品现在烧 柴的越来越少 都烧煤气 好多年是没去的 哎 有一档子 一档呢 谢谢 好 现在回去贴那个 上面 我们还要走 我把灰都给你 拿出来 我把灰都给你 拿出来 现在 把灰都给你拿出来 那边 我们就要把灰都给你拿出来 你还要把灰都给你拿出来 我们洗干净 这个老水缸是这个颜色 我对我对钢是球叉的 老水缸不是那种 那种瓦片那种鲜亮的颜色 它这么多年了 它是这种颜色 洗不干净的 这是老水缸的 没有新水缸 现在的新水缸就是油光成亮的 这个老水缸是这样的 这个钩子就是方便啊 我都先去啊 这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呀 这里面好热 如果先拿 拿个朋友 怕冷 就来我这里多加吧 有些就好难逛 不要错 看这刮起来相当多了啊 不要 不要 差不多换了 谢谢啊 不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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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要起火了 我爷子把这个弄条沟出来 我妈在弄之前烧火的这个炭 你看 我爸的眼色还是挺不准 再起床师傅呢 我批材不行 我批材 这个金丝 批不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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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哎呀这个坑有点大 应该是柴也不少啊 对吧 嗯 然后 就把材这样啊 就跟买那个引线一样 嗯 就买好了 这就是经验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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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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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网年都只是自己造台区 这样还是第一次 那那那这怎么要不得 我去旁边洗 我去吧 一家 现在在弄点菊木灰来 拟火 这是沙树的菊木灰 这不是虫树的 哎 我来什麼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这个 这是你给我啊 我妈在一起 你没有干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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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爷子 我来看老爷子 有这么好 我来人去到 你来去拿 第一次点火 开始了 看起来容易 做起来好麻烦 做事 人家有练习 人家有麻烦 这练习没有容易 好了 好了 现在开始生事开火 麻烦开火了 手也被烫到 麻烦是一样 这个步骤还蛮粗朗 比起自己家里面那个灶台 就边做饭边熏 麻烦飞食多了 第一次 这一批大概就150斤 到不到应该 这两天要跟我爸要上上去找财 砍财 都砍点财回来 这个就是废财 有蛮多人了 然后那个碎米啊椰谷啊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备好了 二十天以后 这批辣椒就会出来 多亏了这个老爷子来帮忙 老爷子今天晚上还要在这里帮我看一下这个火 还要教我今天晚上这个火 就是到了什么程度 要添财 要加财 要加椰谷 要加那个甘蔗皮 橘子皮 那些 反正今天晚上 是最重要的一晚上 因为第一次吧 所有的东西都要跟老爷子从头学习 这跟做饭自己照台上面熏 完全不是一个原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